苗栗县卓兰镇卓兵文学故事馆在110年启用 活化百年学校校舍 营造了克宇的学堂基地 那么地方期盼可以持续来争取后续的第二期计划 纳入其他日志宿舍群 不过呢目前仍有现住户 公所仍然在沟通协商当中要共谋双赢 卓兵故事文学馆及饶平克宇园区 主历史建筑就是卓兰国小日志宿舍 整星变身之后在110年启用 营造克宇学堂基地 成为台三县人文新亮点 每到假日已经成为游客来到卓兰最喜欢的景点 卓兵文学故事馆现在经常性展出国宝� 要学诗人卓兵的手稿和创作 是卓兰市区观光亮点 公所持续争取第二期2.0计划 纳入旁边两栋 还有后栋一排的日志宿舍群 面积扩增到0.5公顷 进行广场铺设 庭园改造 新设绿带和水岸营造等计划 但是目前还有两户现住户 使得现有地拨用扩建案面临难题 若要动工 需先协调现住户在施工期间的安置问题 老师的家属还很久大概 这个人对他们也是合法的抵住 我没有办法 我强制我要叫人家走 也没办法 这以后大家来沟通协调 看公共顺利 针对此事 竹岸镇长日前也在县屋会议中寻求解套 公所也与县住户沟通协调中 希望取得双赢共识 让卓兵文学故事馆二期计划继续推动下去